刚刚那个古文之美这一题 那首先一样 特别最后第一个一定要先建立一个新的网站 网站名称204好了 APP 或者你可以给它一个中文名称 那放在桌面上一样的位置 桌面上面你可以把这个名称放在桌面 这边的后面自动帮我产生一个资料夹 如果这个资料夹不存在 它会自动帮我加 如果已经存在它会自动放进去 按储存 这个时候的话 第一步特别注意一定要做 第二步的话呢 把素材汇进来 那素材里面呢 请各位去开启那个我们的讲义 就是刚刚讲解压说的这个 就是DWCS4的范例 里面的204 exam里面会多一个资料夹 DW02 那把image image图档跟那个文字档 把它放到那个我们的Dreamweaver里面 那图档包含就是说一个这个是页尾 所以看要不要在所有的页尾下面 增加一个这个Copyright的一个版权所有的说明 然后呢增加一个影像地图 不过影像地图将来当然这张图 如果是PC 就是一般的PC用 那你可以自己再用Photoshop 自己再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那不然的话放在那个我们的手机上 还是有点偏大 所以这个地方解析度 自己要稍微再把它调一下 那请你把这个image 跟那个这个文字档 把它放到我们的网站 那放过来方式非常简单 我前面讲过就是你可以用直接拖拉 这个跟这个 Ctrl键按住了 拖拉过来就可以了 放开就进来了 OK 网站 素材 第三个是什么呢 新增一个档案 格式一定要是HTML5 一定要是HTML5 不然的话呢 它会产生问题 OK 按一个确定之后建立 建立之后的话呢 请你先把它储存一下 先把它save 就是建立一个什么 建立一个Ctrl-S 复制 那个存档 这个是index.htm 好 只要一个储存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产生需要的首页了 所以 123 那再来一样 在body跟body中间 插入什么呢 插入我们的页面 那页面部分的话呢 因为这一 这一题 需要总共会有六个页面 加上一个首页 所以这边需要个七个页面 那请各位自行在 插入七个页面 那么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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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